欢迎来到news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杨子太惨了!官微故意剪辑挡杨子镜头的物料座宣发! 粉丝生气维权! 近日成欢季官方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全家福视频物料,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,女主角杨子几乎被剪辑挡住了脸部! 这一事件引发了粉丝的强烈不满和维权行动! 尽管问题并非与角色的位置有关,但是粉丝们仍然对剧方的处理方式表示不满! 他们认为这是对演员最起码的尊重的缺失! 视频中女主角在发表讲话时,剧方却选择挡住了她的脸,并将其裁剪掉! 这并非站位问题,而是对演员的基本尊重! 就如同我们在拍照时,如果将自己的脸挡住在发朋友圈,这样的情况,我相信没有人会感到舒服! 令人困惑的是,出品方竟然让女主角被挡得如此严实,不让粉丝们一睹她的风采! 剧方的这种行为实在令人难以理解! 这一事件在网络上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,粉丝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愤怒! 尽管一开始有些人认为这只是粉丝小题大作,但当大家去观看视频后,确实发现女主角的脸被挡得厉害! 而且,角色中的男女主角被安排在画面的两侧,这引发了观众们的疑问! 这一事件对于整个社会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! 首先,它让人们对于娱乐产业中演员权益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! 观众们开始更加关注演员在剧组中受到的待遇和尊重程度! 其次,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宣发团队的责任感的思考! 宣发团队在传播影视作品时,应该更加注重细节,尊重演员的形象和形象权! 当然,这也提醒了其他剧组在制作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细节,避免类似的失误! 类似的事件并非首次发生! 在过去,也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引发了粉丝的不满! 比如,其他作品中的演员脸部被挡住,对配角角色的不公平待遇等等! 这些事件都让人们深感,演员在剧组中的付出和尊重是多么重要! 在这一事件后,官方经过编辑后重新发布了视频,女主角得已露出脸庞! 这一举动被粉丝们认为是对于他们诉求的回应,然而,这样的补救举措是否能消除粉丝和观众心中的疙瘩,还有带时间的测试! 整个事件对于娱乐、产业和观众们都带来了一些深思! 我们应当认识到演员的角色在影视中的重要性,对于演员的尊重和权益更加重要! 这也提醒了剧组在制作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细节,确保演员在作品中得到应有的表现和关注! 这一事件引起了公众对于演员权益的关注,也提醒了宣发团队和剧组在制作过程中的责任与尊重! 我们应该在享受影视作品的同时,也要关注其中的细节和背后的付出! 毕竟,对演员的基本尊重和权益的呵护,是构建一个健康娱乐产业的重要一环! 在这样的事件中,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演员的权益和尊重! 我们需要思考,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问题频发? 是否还有其他类似事件没有被曝光? 我们应该如何支持和保护我们喜爱的演员, 让他们在工作中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待遇! 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! 感谢您观看视频!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!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!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